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呢 俄罗斯的反对反对党的一位活跃人士吧 叫纳瓦尼 他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报道 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人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 他是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呢 从西伯利亚的Tomsk 托穆斯克坐飞机去莫斯科的时候呢 在途中就发现了自己昏迷过去了 然后有中毒的迹象 后来就到了德国去治疗 那么后来呢德国的军方 委托军方的这个机构呢 查了一下呢 发现说他是有中毒的症状 最后呢就治好了以后呢 在上个月的时候回到俄罗斯的时候呢 一进那个机场就被逮捕了 所以现在俄罗斯内部 我看上个周末的时候 60多个城市又举行了各种各样的设备游行 要求俄罗斯当局把它释放啊等等 那么美国和西方的社会呢 基本上都是站在他的这个立场 要求释放他 要求言论自由啊等等 所以这个事情呢 来龙去脉呢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里面那些细节啊 涉及到俄罗斯内部的这个情报机构 对他进行监视和下毒 还真的挺有戏剧性的 是的 而且我们要想到俄罗斯呢 是当今的世界大国 是一个超级大国 但是呢 他要对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44岁的律师下手 这个立刻让我们想到 杀罗地亚拉伯杀卡舒吉这件事情 对不对 这个立刻让我们想到 2018年也是俄罗斯在英国这个地方 准备杀一对妇女 就是Serge Scripple 大家还记得 也是用毒药 有人说你怎么知道 是俄罗斯政府要杀他呢 反正普廷都不承认啊 对不对 而且普廷不光是不承认 普廷他好像是下了一个毒事 就是在任何公众场合 从他的嘴里 绝对不会说出 Alexei Navalny 纳瓦尼这个人的名字 他就是大肆不说这个人的名字 你说他可以 他就用他什么之类的这种话 但是他绝对不提这个人的名字 我不屑一提 为什么呢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普廷干的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不管是用来去杀那个 Serge Scripple 在英国下毒的 这个毒药 还是 Novallny 这一个毒药 是普通老百姓没有的 它是 俄罗斯一个国家化学武器研究和 防止化学武器研究的这个机构 研究出来的剧毒的 一种神经毒药 叫做诺维乔克 老百姓是肯定拿不到这个药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这一个人 叫做纳瓦克的人 曾经要竞选俄罗斯总统 当然没选上 但是他是普廷的劲敌 因为他举了这么一个旗帜 这个旗帜就是反腐 他呢因为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 他首先在俄罗斯学的法律 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 所以他的英文还是不错的 他对于自己掀起的这个运动呢 是这么说的 在我们俄罗斯你想 普通拉贝星想有什么机会 想有什么未来 那没可能的 普廷这个人把我们俄罗斯人的未来 给掠夺了 听得挺熟 这个普廷这个人呢 就把他自己的亲戚呀 他的朋友啊 过去他在情报机构 KGB这个地方的一些同事啊等等 安插在俄罗斯一些大公司里面 作为这些大公司的负责人 从而控制了整个俄罗斯的经济 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些人 他们手中的可能是上十亿的 这样的身价控制的 他们一个普通拉贝星哪有什么机会 所以他们呢 他的这个机构就挖了很多这些证据 然后把它公布出来 他是一个网红 除了律师以外 他经常在网上公布这些 所以这个人不除掉 那是一个祸害要留着 所以普廷又除掉他的动机 于是就在飞机上对他下手了 对 事情呢是发生在去年的8月19号 刚才说了 从西伯利亚飞到莫斯科的这个搬机上 他就在这个搬机上 那么据他和当时他有一个公关经理 跟他一起坐飞机 当时后来这个公关经理说 他们当时呢去了机场以后 就是在机场买了一杯茶 喝了以后上到飞机之后 刚坐下不久吧 飞机刚刚起飞 他就感觉到非常不舒服 这个于是 就是飞机上给他送什么水啊之类的 他也没喝 然后去厕所 去厕所之后 人们就出现就发现有问题了 因为他在厕所里面待了20分钟什么的 都没出来 那么外边已经拍起长龙了 上厕所的人 后来就发现他可能已经昏迷过去了 所以几分钟之后 这个空服员大概就在扩饮器里头 就宣布了说 飞机上有没有医生 飞机上有没有医生 我们这儿有个病人 我们这儿有个乘客啊 有疾病 需要赶快去来看一下 因为他已经昏迷了 但是飞机上的人并不知道他为什么昏迷啊 所以这时候呢 当然有一个人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医生 也不知道是不是护士 反正这人出来以后呢 至少是维持了他的这个生命 然后机长呢 马上就告诉乘客说 我们现在要返回去了 赶快要紧急降落 所以呢就把他 到机场紧急降落之后呢 等于是送到当地的医院里头 两天之后 反正在医院里头 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当时有人怀疑 可能是中毒 但是呢 没查出来是 什么毒 以及怎么会中的毒 都不知道 但两天之后呢 这个比较成功的 就把他 等于是 让俄罗斯当局批准 到德国去进行治疗去了 那么到了德国的医院里边呢 德国又和军方 就是德国的军方联系 让军方啊 来看 他到底是 第一是不是中毒 第二是 是什么毒 因为 这个毒非常奇怪 没有什么很多的痕迹 结果在 大概9月2号的时候 去年9月2号的时候呢 这个德国的军方 总算 公布出来了 说第一 他确实是中毒了 第二 这个毒就叫那个 那叫什么 诺瓦乔克 诺维乔克 就是这个毒 第三大家都知道 这种毒 就是刚才所说的 就是前苏联的 一个叫做 这个化学武器研究所 研究出来的 这么一个东西 当然他的这个毒性呢 他的这个毒 就是这个毒啊 他是分有各种 不同的形式的 有的是液体的 有的是颗粒的 有的是粉状的 各种各样的不同在 还有胶质 胶质就是 不同的情况之下 可以下毒 可以堆在水里边 可以放到你的衣服上 可以反正抹在你的皮肤上 反正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 他既可以溶于水 又可以溶于油 同时又可以被皮肤所吸收 反正各就是说 而且呢 这个毒据说是比那个沙林毒气 精神毒气 毒性要大五到八倍 而且发作快 同时很难追查到原因 所以呢 这个才是比较致命的东西 所以刚才 钟庆说了 一般老百姓 你根本拿不到 哪拿去 对 你像这个毒 有一点就可以告诉大家 你就明白 在2018年英国的 Salesbury这个地方 一个公园里面 一个俄罗斯的反政府的人士 叫Sergey Skripple 带着他的女儿 Yulia 在那公园里面 突然之间昏迷 原来是有人把这种毒涂在椅子上 还是什么地方了 反正就是在那一带 你知道这个毒毒到什么程度吗 这个妇女到时候来活下来了 旁边有一个女的 英国人死了 对 就在旁边带着居然死了 这妇女回来 可能是那个位置的问题啊 还是当时的一些什么具体的情况 可能是抢救比较及时 抢救啊什么之类的 反正结果人旁边那个女的给毒死了 你说这个女被毒死的这个女的找谁去啊 冤枉 我是招谁惹谁了被毒死 然后我去被毒死以后 我们家人找谁去告谁啊 找谁赔偿 找不到啊 不承认啊 卡舒基 卡舒基 到今天尸体不知道在哪呢 大写八块了 对不对 沙烏地阿拉伯的情报人员带着具 从来在那 在当地都拿不到具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一个人啊 个人你不能忽视他的力量 就是一个有着核武器的庞大的政府 他有时候也害怕 他害怕一些个人 那么这一位叫做卡巴尼的人 他曾经选过莫斯科市长 后来选总统啊等等 他为什么让普廷这么害怕 这个人呢 他现在被抓 但是他现在抓呢 是一个30天的一个临时的拘留 30天以后可能就会放 但是在俄罗斯全国范围内 引发的这种游行 对政府的统治 对普廷这个人 有没有什么冲击 我看周末抓了3500多人 监狱里面 对不对 这些呢 我们稍待一会儿 详细给大家分析 而且最关键的是 有一幕是连好莱坞电影 可能都难以设计的一幕 就是什么叫做证据确凿 这里面还有居然演戏 演套这个程度 欢迎据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 俄罗斯的一位反对党的一个活跃人物 一个反对党领袖 纳瓦尼 他的这个情况 现在被俄罗斯当局给逮捕了 是临时拘捕30天 因为他违反了叫做 这叫什么条例 就是保释条例 这人呢 他是一个律师 同时呢 他是从2008年的时候 也就12年前了 现在今年44岁的话 12年前 13年前 他只有30岁出头 那个时候呢 他就开始揭露当地 就是这个俄罗斯的一些 一些贪腐的情况 一些政府的这种垄断经济的这种情况 他一般的做法呢 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他首先 可能是买一些某些公司的股票吧 所以变成一个小的股东 什么石油公司啊 银行啊 这些都是大型的 国有的 或者是私人的 这些企业 然后 他作为小的投资人 或者小股东 他就要求一些 财政方面的数据 然后来了解 整个这个大型的 这种金融机构的运作的情况 和谁持有人啊 大概是 大股东是谁啊 背后是谁啊 等等 然后这个负责人是谁等等 所以他就了解到 原来都是 普廷的什么亲信啊 什么以前的 克格勃的同事啊 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包括他的家人啊 亲戚啊等等 所以呢 他就把这些东西披露出来 同时 他也披露了一些东西 2011年的时候 他在网上放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在那个海滨的一个 像城堡一样的一个叫做 巨型的超豪华的这么一个 疗养院 他是说 这是俄罗斯的几个亿万富翁 共同出资 打造出来以后呢 给那个 就是普廷和他的当权机构的一些 最高级的领导人度假的时候用的 所以他把这些东西披露出来 你可以想象的出来 那普廷也好 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当局也好 他们会高兴吗 于是呢 采取了一些手段 这些手段呢 基本上是按照剧本的 就是一般的来说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怎么办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比如说遇到一个人 大家觉得很讨厌 政府觉得这个人经常挖政府的一些黑材料 很讨厌他先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个人问题 男女关系啊 对不对 先挖一些这个 或者他的什么税务啊 他的财政 在2012年的时候挖到 当时呢 这一位卡瓦尼是在给一个木材公司做律师做顾问 那么当时呢这个木材公司涉嫌 骗了国营企业50万美元 当时就刚才为什么说他违反了保释的一些协定呢 就是因为当时就判了这卡瓦尼五年 说你啊 涉嫌诈欺 但是最后被最高法院推翻了 说这个证据不足 就是他作为顾问 他一分钱没拿 而且这个事件的本身也是非常的复杂 里面有捏造之嫌等等 那他就释放了 释放了以后呢 他就去竞选莫斯科市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尽管他后来败给了一个叫索比亚宁的人 可是后来发现在这个里面有作票之嫌 这个现在连美国都 不是都说这个大选是作弊嘛 对不对 他的那个呢 说是有作票之嫌 所以他不承认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他还是被盯上了 盯上了以后就对他进行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叫做二次审判 就还是那木材厂那事 又把他给审判了一下 这二次审判呢 最后给他的裁决就是又判了他五年 但是这次的五年呢叫缓期执行 或者叫做监外执行 这个就是说他违反了所谓保释的罪名 他去到了托姆斯克这个地方 然后从托姆斯克回到莫斯科的时候 这个飞机的飞行的时间只有三个小时 但是呢后来发现 注意啊 我们现在说的都不再是推测了 等一下你就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后来发现就是这三个小时是足够让他死 而且那个毒药没有放在他那个茶里面 毒药涂在了他的内裤上面 这是不可思议 而且毒药放在他的内裤上面 他的内裤是怎么被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拿到的 俄罗斯的情报机构为了杀死他 进行了多少年的跟踪 派了多少个人执行这些任务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换了多少衣服 怎么样的跟踪他 然后怎么样巧妙的要杀掉他这一些呢 最后以一个不可思议的戏剧性的手法 公诸于众 这个人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不能把他放出来 麻烦大麻烦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可是呢又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面对着全国的这种抗议 接下来又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法 政府叫做第一面对六十多个城市的这种游行抗议 说这叫少数人闹事 第二又来了 叫外国势力干预 对吧 这些都是非常熟的一些做法 说这些都是美国指使的 那个塔瓦尼亚是什么中央情报局等等 在背后 所以你等着到时候 三十天到时候肯定弄一些新的罪名 要得把他关在那 这事呢就是说 谁给他下的毒 现在在这之前啊没人知道 但是呢他公布了一个 大概三十五分钟 四十五分钟啊 四十五分钟的这么一个录音的东西 怎么会知道的呢 这就是他 他自己知道的 他自己把这个案子等于是给破了 怎么破法呢 他是这样子 他联合了一个国际网络公司 对 这个网络公司呢叫做Bellingcat 是专门做网络调查的公司 对 那么在这些公司的配合之下 然后呢他是先了解到说是 他被人盯着被人监视 这件事情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不知道是有多少人 但现在公布出来 就是他自己公布出来的东西 或者说是这个录音当中 公布出来的东西 就是有十个人 日夜监视着他 然后怎么样把这个 就是毒啊 放到他的内裤里边 这内裤又要送到他的那个 就旅馆的房间里头 因为你必须要 抹在他的内裤上才可以 这个再抹在外边还是抹在里头 这里头都有详细的那个口供 出来 所谓的口供呢 是他在那个 就是当时自己讲的 对 他那个调查公司知道 这几个人里边是谁负责 于是呢 让他扮成叫做 国家安全机构里边的一个高级官员 然后用一个就是把那个电话号码 好像是从那个国家安全机关 打出去的一个电话号码 他就是这个纳瓦尼 扮演成一个高级官员 是说要质问这个人说 为什么这次行动失败 让你们把这个人做掉 怎么没有做掉呢 为什么失败了 我要写一份报告 报告给最高领导人 报告给那个 国家最高的这个安全机构的负责人去 所以请你把详细的情况告诉我 对方一看这个号码是国家安全部门打来的 这个人讲的一口流利的俄罗斯语言 俄语同时看上去怒气冲冲的 可见就是说在这种极权的国家里边 一个上级向下面要一个东西的话 那个下级是不太敢质疑这些问题的 如果质疑的话 您可能明天工作就没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人老老实实的把这事啊 一五一十的给说出来了 纳瓦尼夸得下全录下来了 对45分钟了 这个人叫康斯坦丁 克德里亚夫耶夫 这个人他是一个情报部的下面做事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特工人员吧 他呢没有去下毒 他是负责的什么呢 他是负责当这个毒药发作了以后 他的工作是要到当地的警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飞机在西伯利亚紧急降落 紧急降落以后后来把他送到德国去 可是他的衣服呢 全留在了当地的这个奥姆斯克这个地方 所以这位那个康斯坦丁叫做库德里亚夫耶夫呢 他的工作是到当地的那个奥姆斯克的警察局 把这个染了毒药的内裤拿了回来 当地的那个警察局并不知道哪有什么地方有毒药啊 只是拿一个包 把他的衣服都放在一个大包里头了 他去拿了 拿了以后他的工作呢 是把这个内裤上面 他有一种特殊的解药 他有一种溶液 是把这个内裤泡在里面了以后呢 这个毒药一点痕迹都没有 然后你要把这个内裤把你衣服拿回去给你 你去化验去吧 什么你化验不出来 他是做这个工作的 在这45分钟的电话里面对了一个愤怒的上司 他和盘拖出了这一次的下毒计划 他说我们跟了他三年 这帮人啊不管他造哪儿坐什么飞机造去哪里 我们密切的跟踪跟了他三年 我们是在他离开了酒店的时候呢 派人悄悄进到他酒店房间 把他换洗的内裤 就是新的内裤 还没有换的内裤上面 这一次呢 他说我们没有用液体 没有用胶 是用的一个 好像是块状的 粉末 用的是粉末 他说这个呢 为了确保他死 我们居然自说自话 用了比政府规定我们的量要大的量 还放了更多 他说我们有一个我们失算 向国家检讨 为什么他没死 我们认为这一段飞行是三个小时够了 三个小时足以让他死亡 我们没想到的是飞机会紧急降落 这个就没跟飞行员打好招呼 这飞机一紧急降落的呢 就把他给救了 更没有想到会送到德国去 一开始也是不同意的 很多的纠结 最后送到德国去等等 所以我们正是向领导呢 就道歉了 就等于把这件事情的经过 河盘拖出了 你说这还怎么否认 当然这个人叫做康斯坦丁 这个人还能不能活 我不知道啊 他的下场怎么样 但是即使这样子 普廷还是继续否认啊 那肯定否认到底啊 对 说跟我们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这假新闻全部是假的东西 你杀不得了 他不会否认杀卡出去啊 对不对 或许多感谢